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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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存着吗 就存着吗 就存着 对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两件事要么你存着 可是你存着的时候你的钱现在大家说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所以呢 你放在那边就是贬值 像港币 你看我们赚港币 港币现在越来越掉 我当初4.3的时候 来4年前 现在只剩3.8 3.9对台币 我回台湾都反而薪水缩水 那就只好投资 我已经选一个很稳健的投资的方法了 但是你知道这种股市一跌一定是全部的联动 而且很有趣 那天这个一跌之后啊 我旁边就坐了一个这个在香港中环上班的金融界的人 他就跟我讲说 我觉得just beginning只是刚开始 他一定会再继续跌下去 那时候是礼拜五 好 同个时间他才刚讲完话一落 我手机的简讯就出来了 就是我银行的理财专经理 他传了一个简讯 他说 亲爱的又婷 我想跟你说的是 虽然今天这个股市大跌了百分之四到五 但是我们银行认为这个市场呢 是非常健康的 有机会再回来 请你不要恐慌 对 趁低吸纳嘛 但是两个都是在金融界的 你看这个立场不同 给我的是两个很极端的一个建议 你说现在到底有什么好 那你最后是什么的 抛了吗 还是怎么样 来不及了 已经就是你知道 套住的时候 哎呀 又一个 现在又喘定 现在又喘定了 这个 但是长 中长期来看还是很不稳的 毕竟美国这个赤字能不能够剪掉 这还是未知数 你看美国人的看问题的观念 跟中国人他角度不一样 你看美国的两个漫画 他们找来 咱们可以看看 表达一些美国人 你看 这是美国的漫画 咱们说呀 中国吃亏大了 中国持有它这么多的债 对吧 但是美国人却觉得呢 说 你看刷这个红旗什么意思啊 说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直要把美国买下来了 然后你再看下面 你看 美国人 你说这欠债的 还抱怨咱们要债要的急 说这熊猫嘛 中国 说不就欠你点钱嘛 要的这么狠 光光光 咱姚明可不长 咱姚明可很和善 他就侮辱我们中国形象 没有 我最近刚看这个熊猫大侠 我倒觉得这个美国人现在对中国文化很重视 因为要讲这个武侠呀 它有个精为之处 过去西方人从来不懂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四两拨千斤呢 这种玩意儿啊 你看这个熊猫大侠里 包括这些枯竖的 你说哪一个功夫熊猫吧 功夫熊猫 熊猫大侠是另外一部 是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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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的动画片 功夫熊猫 那个里边的熊猫要当神龙大侠 对 对对对 是那个嘛 是那个 搞混了 咱还是聊正题 徐老师你在美国生活多年呢 你手中持有什么美国政权吗 没有 没有 我是比较传统的 我相信美国西方早期的一种价值观 早期的一种价值观是这样 就是说美国他就认为人不需要理财 人只需要成才 就是说你只要你的读速度的好 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在典型的情况在美国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进一个名校 拿到学位 自然就会有一个好的工作 然后你一旦有好的工作 比方说Apple今天请你了 你什么都没开始做了 人家房地产公司就会来找你 有房子要卖给你 全部是分期带分期的 车子你马上都有 就包括女朋友什么 你就就对很多人 朴素的价值观来说 就我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只要好好做到 而且呢不是说赚钱 而是job 就是一个好工作 好工作最重要 你比方说美国人的习惯 比方说一个女孩子碰到一个男孩子 那个男的不会跟那个女的说 我家里多少房子 或者我老爸是什么什么 这个在女孩子看来不可靠 反过来你是耶鲁毕业 你是MIT 现在你看你现在到了Google去工作了 是 做一个什么位置 很相信 换句话说 相信的是个能力 所以我是比较 现在美国也乱了 美国就是被他自己那些 那些赐道呀 然后那些就是理财 就是他这个国家 其实讲成才这个观念 是从早期清教 从欧洲清教文化过来的 就是就是 基本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我努力工作 对 我得到多的东西 但是你看看 跟中国就不一样 对啊 中国是囤财 其实是囤囤财 你像你看 美国人你就讲是工作重要 中国人就讲啊 你要会理财 而且呢 我听好几个很有钱的男人 都给我讲过啊 就为什么不能离开老婆 是吧 找了多少个 三四五啊 也不能离开老婆 他说我这个老婆啊 对我来说呀 太重要了 就是我原来也挣这么多钱 可是我一点存款都没有 我是自从见到这个 就是中国人呢 找这么一个老婆 有的老婆 真的就是 好管家来的 就像囤就囤啊 有了老婆之后 这个这个家业啊 男的才慢慢囤出钱 这个老婆会攒钱 对不对 而且呢我就发现 台湾女性 这点要不是又停了 继承中国文化传统 特别会理财 咱们公司 过去还有一个叫精英的 你知道吗 哎呦你都不知道 他自己啊 倒动 倒动 是吧就是 买点这个证券 买点这个 买点那个 到后来你一听啊 他在这个里边挣的钱呢 比凤凰给他的钱多多了 你都分不清 我估计又婷也是 我不是这样 我若是这样 我今天就不跟你谈这个话题了 我就是充满着不平 以及我现在想说 身为 对 身为小白领 对不对 我们应该有个还不错工作 照理说没有这么大的危机感 但是 一座年轻 对 我觉得从08年金融海啸 再加上这次才短短几天 你那个不安全感 我觉得太浓了 你刚才说这个什么小白领 你就怎么来着 小白领上面现在说 你看我们现在是ipad一族 我现在中国有个缩险 用ipad 不是 ipad是 就是 insecure 就是说很不安全的人 怕人就是pressure 就是高压力的 压力 all呢就是overtax 我们找的税有种 因为我们是中间啊 然后d呢就是debat 就是你还有一些高的债务 可能要养房养车啊 所以 所以这些在一个 这个白领身上 他就是每个月 就是固定收入的人来说 那当然压力很大 那我们又不能透过这个 然后手里还拿着 老师拿这个ipad在那里秀啊秀 是白色的第二代的 嗯 其实压力很大 其实压力很大 然后又不能透过这个 不限一 不知道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的财富再 呃慢慢的变多 也不用到瞬间 我觉得是慢慢的累积 都很难 而且我已经觉得 没有任何的这个方向了 所以只有刘若英的消息 给了他们新的希望 哈哈哈哈 还是要找找证券业的 是吧 金融财剧 金融财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美国调低奥巴马 你看都气疯了 什么那天又婷还是说呢 说什么不公平 他为什么美国什么标准普尔 凭别人低的时候 标准普尔是个美国的公司嘛 美国出资的 然后呢 但不是政府出资啊 是美国人自己建立起来 你只有150年 over a century 一个一世纪以上的公司 结果呢 他评了这么多的信用评级 美国人从来没讲过话 现在评了自己人 他就出来说 哎你算错了 误差两万个亿 对 他70年来第一次 把美国从那个3A提下来 是 你知道中国现在多少 你知道吧 多少 现在是2A- 原来中国是A 后来调到A加 现在是2A- 你说这个小小小白领啊 对 最近7月份股市低迷吗 不是说股市低迷7月份啊 上市公司的高管离职的速度 是比一年还快 为什么 纷纷离职上市高管 比股市下跌的还快 一个月以来已经有90多家公司 近百名 近百个公司 近百个高管辞职 其中你注意啊 中小版和创业版公司高管辞职最频繁 深交所统计啊 今年以来有253家公司上千名高管 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减持 累计套现总规模58亿 59亿了 接近59个亿 其中啊 在59个亿当中 辞职减持的超过一半 57% 你明白吗 辞职套现走 是 说句大白话 就是说都知道这东西不值 对我刚才讲 但是就是什么时候走的问题 都知道这东西不值 现在好多人房子也是这样 股票也是这样 明明知道这个东西 几年前比较是100万 现在比较500万了 心里都知道 不是香港的房子更是 香港那都是天价 随便一个弄的房子就上亿 你看了那堆水 你那值一亿吗 都不值 但是现在市场就这个价 所以也不舍得走 说不定还能涨 谁走了还吃亏 全世界都在这么骗来骗去 对啊 所以这个如果看到这些人离职 就我们这些小投资者就要理解 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市场 是个不可靠的 他们自己都没有安全感 他都不想在这里面长期的记忆 所以这根本就是个金钱游戏 从08年到现在 我觉得这几天的股灾 证明了一件事 全世界还是没有醒 大家还是 没有人愿意在这个贪婪的梦里面醒来 没有人愿意回归到 我们本来说的这个价值观 传统的这种价值观 大家还是希望我可以一夜致富 太可怕了 那你不也是吗 没有没有 他没办法 就是你这个环境里面 我说我也想只存钱啊 但是我的钱路 我就说我换台币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我 我比不起我四年前赚的钱啊 说真的 就是你 你这个贬值的 家人都不够 这样子的一个 这哎 老板有听出来 没错 这样子的一个贬值方式 我怎么办 我还是要想着我四十年后五十年后 就四十岁五十岁以后 的一个存款 我又嫁不出去 所以你啊 所以你啊 你不要说刘晓英 41岁不也嫁出去了吗 你啊 不要跟着这些高管的投资方向 你直接跟着他们的人 比较保险 是吧 你看美女不都是这样子 哎老大嫁做商人妇有例外吗 哎呦这个 当然每一个个体我承认人家是爱情故事哈 相亲相爱 这个这个咱不能说 但是呢 从整个从整个市场规律 社会 从社会学研究来说 毕竟很多很多人归宿是豪门的 或者有些谈不上豪门了 就基本上是一个款吧 是吧 反正简单的说以前是找成才的 现在是找理财的 是啊 是不是啊 但是我还是想找个成才的 真的 比较长久了 找个理财的 你知道他这竟然 他对于他的事业都是短线 他的爱情观肯定也是短线 我觉得了 徐老师 咱们俩可以欣慰了 欣慰什么 咱总咱们俩 我以为 他以为自己算有才 真不要理 千千千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又婷啊是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人生方向的问题 现在就都迷茫啊 对吧 这个多大岁数 这个什么圣女 你算圣女吗 算啊 当然算了 我不觉得 我觉得你还是嫩模 你说你妈妈怎么说来着 我妈妈希望我这个赶快制产啊 就是很传统嘛 认为说我都已经算圣女 那你制产啊 对我自己制产嘛 你妈还不如逼你去找个女婿制产 没有没有没有 我妈妈希望这个女孩当自强 既然这个爱情这方面呢没有不是努力就可以得来的话 那就随人 但是自己这方面得照顾好自己 那就制产吧 可是对你说 制产吧 制产吧 差不多 差不多对对对 那你想说那买哪呢 如果第一栋房子买香港 这个就像需要说天下 你可以买个很小 但是你就想 我应该不是 就是中间吧 我绝对不是大富大贵 但我也没有太差 已经都工作十年了 你应该买个 我去拿港币的房子买不到 让回台湾吧 那我就说我只要把港币换回去 我更不想想了 天哪 这跟我四年前来的那个数字已经差太多太多了 台湾的房子 台湾房子一来它也有贵的 那就 但是我一直都连匯率 港并跌了嘛 因为跟着美元点值 就好像你现在拿港币到大陆买房子 大陆一个升 一个人民币又升 你现在买不了了 你买不了 不像以前 不过他提的问题 一方面是我们人心 就是大家都在想我怎么办 另外一方面也正是中国现在的房子 中国现在不挣也是稍微有点钱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是 咱这几万亿怎么办呢 咱是买美国的债呢 你看咱们现在没办法放在美国 是啊 但那又不可靠 那要美国不可靠 那这钱放在哪里 真的是我跟你说 咱国家也是这么个问题 你看 你是跟美国就好像 是有点钱 对 就好像你是跟美国 你就好像是帮大款吗 对 对吧 但它随时可能贬掉 对啊 就好像你在香港买房子 你就好像 抛在水里一样 开什么玩笑 对不对 但那其他哪里去呢 你西班牙 意大利 西哥哥更困难 对这次他们就说 中国这次已经没有多余的钱 在像2008年那样救大事 因为我们的钱在美国国债上面 那如果大家都说好 你虽然美国 中国也很不开心啊 骂美国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但是这个钱真的 烂苹果当中 我只能挑一个唯一好的 比较不烂的 只有美国 它的流动性够大 其他市场 日本也不行 欧洲更不行了 这个 发展到今天 真是非常奇怪 所有人都想不到 你说中美 打仗了 和好了那么多年 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利益纠缠在一起 你真是想不通 国家意识形态 还是很不一样 跟杜勒斯 和平演变 冷战的时候一样 很多语言的一样 但其实呢 现在全世界 中国的那个 占全世界经济份额 是不到10% 但是全世界 差不多40%的钱 投资到中国大陆 换句话说 中国很多人担心说乱 不够乱 因为全世界都在保着 对 他不希望中国有硬着陆 有出现大危机 我看像是全球保美国呀 怕他 他要完蛋了 大家可都拿的是美元呢 对 但是因为这个中国的钱 很多都是买 就是我们的出口 还是一样 依赖美国嘛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以前投资啊 如果就叫这个小投资人 他们会说主要提 你要分散风险 你要区域性的啊 亚洲放一点 美国放一点 欧洲放一点 我今天 那天我就真的跟我的李专生 这个骂人了 什么叫李专生 李专就是银行李专啊 就是那个我的manager 我就说你们这些银行讲话 太不负责了 现在你告诉我 全世界哪有个股市 可以不联动的 这是个全球 你不要再告诉我分散风险 我只要投资股市 我管他投在哪里 他就是只有一个风险 我昨天看到了 全世界跌 因为科罗地亚涨了2% 立陶宛 差了1% 不是 又婷我问你 投资立陶宛 你就是你搞的这个玩意儿 是有风险的 是不是 但你投资仍然会有风险 但他们以前希望你分开 做人有风险 对啊 那他希望你分开区域 那你心情就不好了 你知道我 我这时候我就投资银行 我原来都存嘛 我也知道没有利息的 对啊 那我就买过一个 但是你看我这个农民的逻辑啊 我不管你风云如何变换 那个基金经理怎么跟我说 我说 保本 保本 我就不管怎么叫 要保本 结果你看我这也可见一般 他就帮我买的是欧美的那种 叫什么 主权基金呢 还是叫个人 就是现在3A变成2A家 就这一类的 而且你知道 有的就是你 而且你知道 他这个复杂的啊 听着我都是要睡觉 说是 哎 好像有点像赌博 你知道吗 他说你这个玩意儿 什么时候拿出来呢 每个月每个星期的 第几个星期五啊 你要做 他要这个指数上到了一个什么数字 你就算 盈利 5% 你要是没撞上呢 你就下个等啊 等啊等啊 然后最近呢 也到期了嘛 我保本嘛 那当时拿起你多少钱 一分没少啊 给了我 所以你只拿本了 对不对 对啊 你放了多少年 你放了三四年 这就虚了 那你就亏了啊 因为你的币值 你不许是人民币是吧 港币啊 就是香港的这个 你就亏了 你就跟我的薪水一样 港币那个四年前 所以我说那你要是还带上风险 但是你带上风险 你没有保本 你不保本的话 老哥的 就没找到个理财的女人 你不保本 这是关键 所以我就是找了她又怎么样 我找了她 她现在就是贫贱夫妻百事 你知道吗 相对仇对仇眠 对不对 感情就生了 你不是 读场输情场就赢了 你看现在的这个投资啊 像我们这个 这种小民呢 你看见没有 就是这样面对这样 是这样山穷水晋 保本的 对就是保本 一分的利息都没有 稍微有点风险的 你有亏 你怎么办 被套牢 好无助我们人生 没错啊 就是 所以说你 我就为什么我有些很 要不说为什么当年大家对这个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那么容易有响应啊 我不是说这些高管 他们不该挣这个钱 我的朋友都是这些有钱人 可是我毕竟觉得 哎呀这个世界啊 真他娘的就是他们操纵的 你知道吗 你真我我跟一些大人物 我是财界的这个 有过一些来往 我就觉得真的是他们操纵的 你就可怜吧 行就好像包括古董艺术品市场上 八千万人 中国在那玩收藏 我就觉得你这辈子 你这辈子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几个人老哥们啊 周末的时候在一起 看看我收的看 全是假的 你知道吗 回到二十年前 我那个时候世界 其实也乱纷纷 可能那时候我就读了胡适一句话 就是这一句话这样说的 这个世界乱纷纷 先把自己注恋成器 嗯 我就记住这句话 我觉得今天可能也是这样 哎 他现在还坚持着 要找就找这样的男 对 这样的男人 对吧 有真材实学 对 就叫潜力股 因为你跟他 或者我现在觉得 我的对象是在三十岁 四十岁 你要预期他的二十年后 你会发现一下 所以你不跟你说 台湾的正经运动 其实还挺好的 你在台湾还能见到这种 夫妻两个啊 这个财富程度差不多 一个办公室啊 共同奋斗 还这种还是很多很多的 你知道吗 中国现在的差距越大 越容易成功 没错 现在这女的还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